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转角倒角 在这个地方 转角倒角 第一个你这边要先选择 转角倒角的角 比如说我要以这个角 那这边的距离要多大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 比如说这边20 这边也20 这边是30 或者是这边你要25 这边都可以 OK 所以这个距离位置都可以让你改 那这边放置跟内容 这边没有什么 所以最主要是这个 D1 D2跟D3 的一个设定 完了之后打钩 那这个叫做转角倒角